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请到冯sir来和大家聊天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均德三人恨 冯sir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问冯sir 我当时做了一个意见调查 很多网友都看到通关、抗疫、健康码 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们当然知道 但冯sir提醒我一句 其实对于你要通关、抗疫、健康码 都要靠执行力 而哪个人的执行力最重要呢 当然是特区政府里面的官员 以及公务员 究竟有什么法宝 可以令到这班公务员或政府官员 真的很乐力地做 不会让奉因为 这个是一定要有技巧的 当然我又不在政府里面做过 当然请冯sir和大家谈一谈 就是这个问题 冯si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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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sir 是 有什么看法 我这么说 第一 我绝对贊成是要抗疫通关的 但是大家看到了 而现阶政府 我绝对不是因为 现在的特首说不连任就 踩他 我不追求他 我做你的节目 都做了三四个月 我以往都是批评他抗疫做得不够好的 所以 但是大家要公务点说 现阶特首 现阶政府 都天天在说抗疫的 天天在说要三减的 天天在说希望争取空关的 所以其实 和你 大卫sir的粉丝 的诉求 是一样的 他都挂在口边 他不是不知道 他不是 好像以前 他摆乌弄的 不懂得买厘纸 也不知道 他知道 但是为什么 近这一两个月 或者 其实在这两年来 两年半来 我们都通不了关 是吧 近这几个月 还死了八千多人 就来 就来充九千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就和执行力有关 这个执行力 有很多因素 未必是 未必是 有时 执行得好 都未必能够 完全 压止到疫情 但是最多限度 你会有机会 达到目标 但是现在 很明显就是 最高层的人 口口声声地说 挂在口边 但是就 不能送出 我相信 下届政府 都可能面对这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 有三点 是可以留意的 那我开始讲了 好吗? 第一 就是用内地的话来说 就是方针政策 搞定了 就是方向正确了 定下来了 执行的 我们叫做干部 我们叫做官员 执行的官员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选不适合人 你就会走样的 那 我觉得 我希望下届政府 最重要 第一样的就是 不要再找资深的AO 去做公务员事务局长 香港呢 回归以来 特首就变了几个了 香港也发展 变得很不一样了 有些人可能 赚了更多的钱 有些人就生活差了 是吧? 香港也都起起伏伏 又佔中 又旺角暴动 又疫情 又之前有沙士 是不是? 第一样东西 一直都没有变的 跟香港一直都属于中华民共和国 一样没有变的 铁打不动的 什么呢? 就是公务员事务局长的位置 五十年来 都一直没有做 没错 那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公务员事务局长 就等这个大HR 用我们的话讲叫做组织部长 他就控制了那些公务员的升迁 那你这一路都是AO做的 那就是AO的群体 就会受到保护了 其实呢 我会绝对贊成就是 和公务员事务局 五次副局长 五次正座 表面上就为政府省钱 实际上 就算外人做到局长也好 你都是给千千万万的AO 或者公务员围着你 你做不到事情 所以呢 我会建议呢 就是设副局长 设正义助理 这些人呢 正义助理本来呢 就是去游说立法会的 现在可能呢 公务员事务局的副局长 和正义助理 新设的客人 就要游说回公务员的公会 游说回公会里面的 势力利益团体 让他们接受改革 因为公务员改革呢 是事在必行 这个是值 但是呢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AO党在抗疫中 已经被人罵到派了 但是假如你 公务员事务局长 仍然是资深AO 那你只要呢 就是试配 就功半 这是第一个 你要逼它第一个防护 逼它第二个防护呢 就是AO怎么防护自己呢 就是那个公务员 这个罪用委员会 各位网友有兴趣 各位粉丝有兴趣 各位粉丝有兴趣 你随时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个罪用委员会的功能呢 就是负责所有公务员的懲處 以及某些职级的升遷 什么职级呢 就是所有AO的升遷 就是低级的升遷 它不管的 高级的它才管的 但是呢 所有公务员的懲罰呢 它会管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委员会呢 相当重要 第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呢 从来都是退休的 諮審AO 不是公务员的 一定是諮審AO 第二呢 这个公务员的 席位呢 大概有七个左右 我不知道七个 还是五六个 总之整个委员会 加上这些单数的 但是那些人呢 全部都是所谓的 传统精英人士 可能是一些很成功的 专业人士 但是呢 完全没有任何爱国爱港人士 还有呢 这个委员会 在法律上 是定得明白的 定得明白的 有一类人 是一定不可以 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的 什麽人呢 立法会议员 就是说呢 他们设计这个时候 表面上就说 让立法会的政党势力 不可以厌止 实际呢 他就好像国中之国那样 滴水不漏地保护自己 嗯 这个委员会也要改造 基于这个委员会 我说 譚耀宗先生做主席 我们的全国人大上委 那整个玩法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主席 这个委员会很大权的 譬如我是资深AO 我冯慧光是资深AO 要递上去 主席说 不适宜 我认识这个人 遲些先 先观察一下 先调查一下 先调查一下 究竟他错了什麽问题 那我就立刻收工了 又或者 假如 不是譚耀宗总统主席 我是AO 不过我这麽爱国的 我资深AO就说 这个人很爱国的 不过当然他不说出口 他要升职 下次会议才谈 下次会可能两个月后 又拖一拖你 就是很多事情可以玩你的 他们 所以为什麽他们 这个委员会要这样的先立 那就是第二个罩门 你要逼他们 第三个罩门 就是公务员守則 大家上公务员事务局 或者打Google 公务员守則 立刻看到的 公务员守則 有三个权力 是绑死了所有局长的 什麽权力呢 第一 人事权 说明局长一般 不会碰所有公务员的 升遷情处事宜 就是说 将你的人事权脱掉 第二 裁券 每个政策局 好像教育局那样 控制住 接管成千亿 真正签名 可以动一千亿的人 不是教育局局长 也都不是副局长 更加不是政助 而是他们的常任秘书长 就是说 又为止 第三 溝通权 尤其说 什麽叫溝通权呢 在公务员守則里面 寫得很清楚 就是说 例如 教育局长 大家都传过你 可能会做局长 不如你做局长 我是常秘 接着呢 我们有位老友记性 鄧的 假设他是公务员 他很想跟你聊天 喂局长 我有些好的idea 我就告诉你 守則写得明 所有的公务员 和局长建议 应该是通过常秘 假如真的有需要 和局长直接沟通 都应该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向常秘汇报 就是说 是啊 写得明 他封死了你 就是说 你局长 你柯局长多威也好 总之我就包围着你 你要看到下面的人 你局长下面有 一万多二万个公务员 在你 Sorry 你负责的 看着的就是我 透过我去指揮他们 包括我刚才说的 人事的那个審核权 都是 譬如你是局长 我是常秘 我常说局长 你很重要的 我的人事档案 即P-file Personal file 是你寫的 我做得很不好 靠你的 你听下去 哇 很厉害 哇 你看 常秘都是有under我 不过这样 我已经升到D8 我升无可升 所以 你写得我多衰都好 其实我没有影响 但是 你说 下面有个D6的 D4的 我很想写一下他 要他做得好些 或者很想提升他 不好意思 局长 所有政策局里面的公务员 是由我写的 你负责写的就是我 他设计是这样的 那就玩死你了 然后还要写 局长一般是不会参与公务员的紀律 晋升 事宜 就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 是吧 那你说 我堂堂局长 有哪些人我可以 他就写他的file 就是令到他 就是大家做的老板都知道 我写你的file 就等于我影响着你的仕途 对不对 那你就是under我的 那么 他就会怎样 我 我是D8 我是常秘 我为极人神 我都是你写你的警 那还有什么人我写的 有 你的司机 你的新闻秘书 你的正义助理 很重要的 这些人全部直接写你的 除了这些人之外 没有的了 其他全部的人都不是直接写你的 是自己写我的 不过我写你的 那你就控制着我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是ok的 是吧 就算我们在 我们国家也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其实都是靠个人事任免权 来应利的 不过是这样的 你不可以随便调我走 你调我走 你要递个局收货 因为我已经升磨了 所以表面上你要控制着 全国局最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 你是被我架空了 那这个就是 它三度防护 第一 公务员受了局长 第二 公务员聚用委員会 第三 公务员守则 架空了局长 那裁权在什么关键地方呢 很简单 譬如说一件事 譬如今天你是某个局局长 你的副局想出席 譬如现在疫情 不要多多说 当然没有疫情的时候 不要说了 用回我们国家来说 譬如前把北京奥运 北京冬奥 譬如你的局局是负责 体育事宜的 那你的副局长说 局长我想代表香港政府 上海为运用营打气 上北京 那你怎么会投入 那接着呢 他们会和工务员说 喂 安排机票 安排酒店 但问题就是 要问我这个常秘的 因为我不签名 理论上副局长 是不可以动用工厂 去飞上去的 他只是有私人身份 但私人身份 就有问题了 第一你要放假 第二 你就没有官职关系 第三 在疫情之下 更麻烦 因为在疫情之下 你私人身份 你不可以就这样去北京 你要去隔离 因为 只有官职身份 才不需要隔离 当然要做核酸 大家知道 是 你明白吗 所以呢 我继续上给我 哦 副局想去 局长不要了 不要让他去 那你说不是 要让他去 我说不要 不要让他去 我死说不要 我不签下去 副局理论上 是不可以用工厂去的 除非你说 不行 我是局长 我说要让他去 你现在是不是不听我说 因为我真的跟你调劲 我不跟你说 吹啊 你又不掉了我 我又D8了 你又不可以扣我的薪金 因为他钱都不在你手 玩死局长的 好了 我说完再停一停 这个问题非常之严重 我们刚才听到冯sir说 有三个 三个情况 一个就是公务员事务局 一个就是公务员的守质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 就是公务员罪用委员会 三个事情 其实就枯死了 这三个事情 枯死了 其实就是保护公务员 我现在升到顶 如果你是局长的话 其实你对我完全没有管理权的 之前冯sir谈过这一点 但今天非常强壮 我先抽一句 是 最主要是保护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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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那群 AO党我们也知道有七百多人 这七百多人 其实就是香港的管治团队 这群管治团队 其实现在必须去处理 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 他们老臣在在 没有办法去动到他们分号 因为一切按照规矩做事 但是我们看到 我刚刚查了一些资料 现在公务员罪用委员会 主席是刘吴惠蘭 委员就好像刚才冯sir所说 的确有七位 秘书就一位 所以整体来说 那些委员有 李链伟 吴謝淑盈 王家淳 梁高美义 雷添良 陈振仁博士 和雷鼎明教授 其实这群委员和主席 就是决定了 整个公务员 全聚的事业 聘用、晋升、纪律等等 而且他们是直属 谁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哇 是啊 这整个情况 如果行政长官 都是由AO出身的话 我相信都非常之大件事 是不是 这些全部都是私底私妹 是不是 你要明白 主席就是他们AO的大师姐 还有AO的玩法是什么 表面上就是行政长官负责 实际上 政府有惯例的 所有的委员会 的成员 就会由 负责局的局长 去提议给行政长官 一般情况之下 除非你真是AO 你知真知底 如果不是 当然你是非AO的局长 即是下任的人非AO的局长 你随时被他玩到的 特首 我建议这七个人 没有谭耀宗式 李慧琼式 工联会 王国会长式 这些人物 完全没有外国人士 什么都没有 何君如 何君如也不行 他是立法会议员 这些全部外国的 无论是工联会 民建园 这些是传统外国组织 或者新闻党 黎动国 他是资深的公务员 亦都做过局长 都不行的 特首不行 黎动国就是 政府会议员 另外那两个组织 我们一般都不委任 委任的人 你见到 全部都是 所谓个人 没有任何的支撑 那都不好 那么多个里面 我觉得雷鼎明、梁高美燕 都是比较 不肯做事的人 亦都肯负责的人 但是他就声嘩哥 喂 这个人 这个A君很有问题 他完全没有人支持他 没有办法去查 比如说 明知冯伟光可能有问题 现在要声他 他没有办法去查 他只能靠委员会秘书处 给他的资料 但是政党就不一样了 你有很多很多方法 所以 还有人事任命 这么重大的事情 某程度上 都是和国家安全有关系的 是 为什么这个委员会 没有国安委的人坐下去 想想一下 駱惠宁主任不坐下去 是吧 喂 很重要的 你试试你 美国 说到民主自由 说到世界警察 你这些人事任命 给俄罗斯的 给我们中国的 给我们欧洲的 坐下去 你坐下去都傻了 嗯 那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事情 又不可以 由这个 我们国家 派驻香港的 代表 和有这个 说明 有监督香港 特区权力的 两办 的代表 坐下去 嗯 嗯 嗯 没错 这个委员会不会 是另一个罩门 就是他有三个 三重金钟罩 保护自己 好 停一停 嗯 其实是的 我自己感觉到 我们现在整体上高 似乎这里是一个 没什么八字的地方 公布完事目 不是 我觉得 不是没法字 是 是 AO最棒的就是 他跟你玩法治 玩程序 是 他很熟悉的程序 是 所以等于今天 这个场是你的 你是主场 你主持 接着我要挑战你的场 譬如我设计所有规矩 阿冯 阿冯sir 你只可以 我说三句 你只可以说一句 这是规矩来的 那你今天规矩做的 我永远说不贏你的 因为我永远不够 你讲的时间多 是 是 对 但是阿冯 我这个场子 不可以英文夹习 英文夹习 我立刻扣你一次 像打网球 扣你一次发球机会 那我又输了 因为可能我作为普通香港人 很习惯英文夹习 就是中英夹习 他AO玩火台 不好意思各位网友 我说笑而已 AO就很懂得定义这些规矩 然后他走出来说 大卫sir 为什么我没有法治 我用了规矩 阿冯都知道了 他不跟着 关人鬼事 这就是一个问题 球员是我的 球员是我的 球证是我的 场都是我的 那你叫什么法治 你这个叫做打毛球 什么地方都是我的 那我说完事不行 你们整班AO去确定 我那个条例要怎么玩 我做什么都错 你做什么都对 因为你们是保护自己的 对不对 各位同意的加一 对不对 你这样玩 那我们香港市民怎么办 怪不得你们这些AO那么爽 退休之后又可以做什么 又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炒人又那么难 对不对 这些情况 我那个例子 你请讲 2019年的黑暴 文宣满街 当时的处长 就是一个资深AO 处长那个位大概是D6位左右 接着呢 转头在2021年的2月22日 立刻宣布他升上D8 就现在做了食慧谷的常任秘处长 本来食環处和食慧谷都是同一条默落的了 本来升上去就应该是 熟手技工 假轻就熟 但是呢 谁都知道那位处长呢 就被人骂到趴在那裡 就算我不觉得他是专心 有心是黄也好 我假定他不是有心是黄也好 他最重要的是他不够决断 因为叶太都公开讲过了 叶太为他做一些解释 就是说 因为当时有个司法覆下 所以他不敢做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你AO 自诡的东西就是说 我整天夸自己是天之嬌子 天子门生 很有能力的 那么你这么有能力 为什么不敢作敢为 当然什么都是 跟个白字握字的方式去做 要不要你做 就是 就是 所有人坐上去都可以了 有这个 都不用大学毕业了 有这个大专毕业 或者中学毕业 高中毕业 懂得看英文 懂得看中文 那就懂得做的 什么都是跟步骤做的 用什么 用你做 用你做 用你这么高人工的 就是说 假如有些难决定的时候 你 就不敢决定 有事就不决定 然后坐在那里 继续做你的主长 那 所有人都懂得做 跟着 还要跟着升 而他的升 就是 根据AO定下来的规矩 就一定经过公务员罪用委员会 公务员罪用委员会 刘太 刘梅惠兰 怎会拦掉自己的小师妹 这就是问题 这一个 我觉得 用四个字形容 听冯sir这么说 官官双围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作为一个 我作为一个 官官双围 那什么官官双围 这七百多人 我们自己搞定他 香港我玩完了 这个情况 真是很麻烦的 这样的搞法 那现在要做的时候 其实 是 是 所以不好意思 打断你 所以 各位网友 很想通关 很想抗疫 我也举一脚支持 但是 我会 假如我可以建议给下界特首 我就会跟他说 第一件事 你先报好你的阵 是吧 你的阵报不好 那是大件事 你继续听他们怎么 找个资深AO 做公文事务局长 又不像副局长 又不像正座 你麻烦了 到时 那个局长 就算那个人每个票都好 一个人走到公文事务局 就一定被人 消磨了他的精力 被人带他去游花圆 所以呢 一定要有个团队 只能有个副局 有个正座 三个人 三人一起 有个团队 去应对这班AO 第二呢 就是 即刻 以特首的身份 就将公务员 守则里面 关于 主要官员 就是等于局长 和公务员关系那部分 全部改写他 明确写他 就是 局长的中央委任的 他在整个政策局 一定是最高领导 是吧 除了他上面的司长 和特首之外 他在这方面的政策范畴 一定是最高领导 副局长 就是他的明确的助手 是吧 也是第二领导 现在那个 手册不是这么写的 手册 把副局 写到没有位置的 还要写到明 假如公务员和副局 平时有接触的时候 公务员的 那些公务员的 平衡都不跟副局似的 副局是没有权平衡他们的 就算经常接触都好 就是写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王永平 他是成精的 他已经想了所有事情 就会封杀你的 所以 一定要立刻廢除了 公务员守则这部分 局限局长副局长的 裁权人事权 和同事沟通权 这三大权力的制裁 封改了 还有 特首要立即重组 那个委员会 通常他们有六年制的 就是说 譬如你某某坐了那个委员会 就要坐六年就请你走 不是 立即重组 因为这个委员会 根本有一个 整个人事部的心臟部门 是吧 不要由资深AO做主席 那一个爱国爱港人士 还有推动立法会修例 将不让立法会 做到一个委员会的成员 那部分取消了他 这个就是我的提法 那你才有机会 去实施你什么防疫 通关政策 如果不然 你没办法 团队 他们就一定会 抬正 一定会 走样 好 我先说到这个 好了 这个很明确的做法 但是 做不做得到呢 里面要经过什么法律呢 要不要立法会议员去審议 还是政府内部 就可以去改变公务员事务局 里面的构成 或者有关法例上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 是不是要经过立法会 才可以去做呢 这个工作 公务员罪任委员会 那个条例 它是条条例的 你知道香港政府是这样的 任何东西都是条例做基础的 所谓做的 那条例就写明 不让立法会员出任成员 那只是改了那句 就可以了 就是说 除立法会员之外 其他人士都可以被委任 除什么 除立法会员 这一句 禁止了它 那立法会员肯过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 那还不行 你就用紧急法 不是 先定立后審议 嗯 紧急法就是说 取得了它 接着你后会再審议 那这个立刻做到的 好了 公务员守则 就是守则来的 就是由公务员事务局定的 所以呢 你委任哪些人做局长就很重要了 好了 至于副局长和政策 由于一向都没有撤立 那可能呢 在公务员事务局的那个budget 就是它那个局的预算里面呢 是可能没有这个编制 也没有这笔钱的 那就是问题了 因为呢 编制就要过这个立法会 还有呢 那个笔钱呢 也都可以去国立法会 但是你可以用更快的 你说我先成立后審议 是吧 因爲 因爲你搞不定 你那些干部 那些官员呢 你每次非都没用了 是吧 我想再说一句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讲到香港的问题呢 是复杂 但香港问题 要解决的答案 其实是在那里的 大家知道的 譬如 你想防疫 那难道你希望香港继续 疫情高涨呢 继续这个 这个 这个 死人呢 那大家都知道要打針 大家都知道呢 有些 检测要做 譬如这几天都在做 全 强制的 强制的 那些叫什麽 就是那些 抗原检测 是啊 没错 现在都在做这几天 就是 你不是不知道某些东西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决心 还有没有人帮你去落实 对吧 譬如 你医护不够 那你又没有人帮你去落实 你又请不到医护来 好像 我跟你最近也研究过 上海现在是个万的 不知两万的 三万 内地医护去帮上海 三万 我们呢 三万多 我们呢 数完都不够一千 内地医护 那为什麽呢 大家大家都知道 你要多多益善 多多内地医护 才可以医到人 但是问题就是 有人顶住你 有人拖住你 于是 说到底 就是执行力 那执行力是关乎什麽 关乎你的人事部署 那你的人事部署 你要做的是什麽呢 你要有权力去保护那些人 有权力去将那些人事的一些规则 一些繁离 或者那些barriors 拆掉它 那 那 你又说要快做的 那用紧急法做 只有特首才有权 特首说我现在用紧急法 我说豁免 对吧 你有事就慢慢和私立复合 你有事就慢慢在立法会审议 等于我先定立后审议 那就可以了 嗯 但是你的特首没有这个决心 那你慢慢搞啊 嗯 搞两年你没搞完 这个 只是人事而已 都不是说其他政策 这个是 因为拖得很久 很多事情都 所以的时候呢 我们由根本做起 虽然大家呢 就看到 是真是很想通关 但是大家知道的啦 你样样拖一下程序 通得关来 那时候可能都是告诉大家 喂 我做了些事情没搞定 是吧 我们稍微先 喂 程序嘛 我们程序很重要的嘛 你不是想跟我说 我们现在不用说程序嘛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的时候呢 在公务员这里呢 就 一定要先解决 但是呢 我们的新任首长呢 特区的首长呢 会不会第一件事做这件事呢 我自己很期望啊 老实说 但是 冯sir 你觉得机会大不大呢 我 因为 现在 我们极有可能的特首啦 都 估计都是大热的啦 就是 警察出身啦 我希望呢 他的部队 这个警察的训练呢 令到他真的有一个决心去做啦 我会这么说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真的呢 那个领导换了呢 就差很远了 嗯 就是很简单 譬如 黑暴事件 同样 黑暴事件 11月中前 就是2019年 11月中前的一哥 和11月中后的一哥 因为由姓盧 换了姓鄧的 整个警队就立刻不同了 嗯 因为 同样 警队都有那些警例的 同样都要出示委任证啊 同样不可以亂开枪 吹人啊 不可以亂打市民的 大家知道的 是不是呢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 跟着这么有效呢 就是因为 换了一哥嘛 换了一哥之后 他一哥说 我们要坚决这样做 就是做啦 那警队就是用他自己的方法 譬如 对付李大使 对付两条桥 就是 洪磡桥和中大的二号桥 当时还是姓盧那位做呢 他就做得有少少 不可能的领导力 或者领导的指令 那个指令不够好 那这事就搞不定了 但是到了换了邓局长 那时候是邓一哥 那他为怎么打回 他真的包围着领大 跟着呢 派重兵在领大外面 什么彌敦道的地方 旺角 尤其他地方 去打散了黄尸 这个是典型 当年解放军 在解放战争里面 遗典打援的做法 那就成功了 那问题就是 同样是那些警隊 同样是那些警例 所以 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那些人 用什么方法去烂我们 那问题就是 你换到人就可以了 譬如你说 哦 现在那位劉利群 陈重青的上臂 用你讲一些例 拖着你 防疫不行 炒你 有例可以炒 有法例可以炒人 我保住给你 你说你不满意 你要消消福克特 你要打官司 打 特区政府有二万亿的钱 跟你打 你有多少个万亿 跟我打 是欺负你的 谁叫你不配合 香港政府不是你的 香港不是你的 你不配合就不配合 你不配合就要请你走 是不是 你这么聰明 你就去电影商打工 那么多电影商 会请前AO 就是这样 嗯 好像我们管理企业 就是这样 喂 你跟CEO 那个精神 那个方向不合 就要请你走的 企业不是你的 企业都未必是CEO 不过现在的CEO 是在做这个政策 这样的方向 就要跟桌子做的 你不跟桌子做 香港是很大的 你不要说你不做公务员 你会饿死的 你不做AO 你会饿死的 香港绝对不是这样的 同意 完全同意 所以的时候 我们现在目前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才可以再走下一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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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 你说 哎呀 我们最佳防疫 就是全民都打了三针 那些已经打完第三针 时间适合打完第四针 那他不帮你做 他慢慢跟你搞 他搬一大堆理由 跟你说 哎呀局长 司长 特首 我们又不够人 我们又不够钱 我们又不够设施 有些黄絲又反对 要搬理由 多容易 没有人不做 最佳就不做 是吧 跟着呢 搞来搞去 我也说了 深圳和上海 你看到的 雖然上海很不幸的疫情 都是严重 但是他真的要做 他真的做得出来 那香港是不是真的做不到 香港公务员一向 就告诉人 他执行力很厉害 为什么近25年来 执行力越来越差 其实原因就是 他不想执行 所以就是要换到人 所以我会建议 下任特首 真是 第一件事 当他成功当成之后 要想的呢 就是想 如何驾驭和领导 办AO 我绝对不会说 偏激到 取代了700个AO 他们都是宝贵的财富 但是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他真的要配合特首 是真心配合特首 才是普及财富 他不真心配合国家 不真心服应特首的领导 你就要换人 而我绝对不相信 700多个AO 每个都要换的 我举一个好例子 有个好的AO 90年代加入政府 那个李伯全 管理这个香港电台 管理得很好 所以AO都有好人 AO都有肯做事的人 那问题就是 你的特首 你要掌握到他的案件 我告诉你 以我政府做事的经验 特首都掌握不到 那700多个AO的 个人案件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在哪里讀書 你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他不给你 那这个就是问题 局长不肯配合 然后那个局长 真的坐了进去 譬如你大宝石坐了进去 下面的AO 够得不给你 你就炒了 我做工人员事务局长 为什么我不可以看 700多个AO的案件 我绝对可以看 然后看之后 就拿给特首看 当然你觉得是个私人案件 你不会拿给南华早报 拿给明报 拿给人民日报 你不会的 这些都要保护人家的私隐 但是拿给你老板看 拿给特首看有什么问题 但是没有的 我当然在政府做过 是没得看的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不给看呢 原因在哪里 他们有很多冠冕堂亡的理由 特首忙 你要搞土地 你要搞房屋 现在要搞抗疫 但实际就是 他不给你看 就让你不知道他们的底势 他不知道他的底势 他就可以保护他自己的人 譬如我要升 他流利群就是因为 遇着这个黑暴 你才知道原来他 他这么偏向黄人 其他人你不知道 但是你要看 你不会知道 这个人讀过哪个学校 跟哪个人交集过 可能哪个是他老公 哪个是他太太 跟着呢 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通常这些基本都要寫下去 哦 原来他家里 某某的兄弟 就是某大地人商务工作 可能只是地产的项目 他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那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嗯 哇 真的很深啊 我听冯sir说 冯sir说 冯sir很深啊 你这样搞法 其实你没有保障 我们小市民来说 我纯粹 现在你是保障AO 保障既得利益者 因为我今天呢 就其实 就是在陆济的时候 看了梁建峰先生的 就是一段 一段说话 他说 换药不换汤 究竟行不行 就是现在 药就换了 就是特首 我们要换界啦 就是 我们啊 林郑月娥女士 淫来 淫出来参选啦 李家超司长 现在李家超先生 因为中央已经接受了她的辞职了 免去她的职位 但是的时候 就是 香港的问题 就是 梁先生自己说 香港的问题 你是不是换了特首就可以解决呢 这一刻 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问题的时候 你这位特首 是不是有心去处理 现在的问题 我不理哪位想任做特首 而是特首 是要大刀阔阔 去进行一个改革 而要进行第一个 真是要开刀队去做的 就是AO了 如果AO呢 你不做好 其他都很难再做下去 还有你要有权 就是 我很欣赏 峰sir 就是第一个提出AO党这三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 真的 我们大家在这里 你发明这个词语 令到大家明白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在政府内部去做过 你是不清楚究竟 什么叫AO党 AO党呢 有多特别 因为我相信他们都是自我保护很重要的 而你出来 你当离开政府 到现在这一刻 你所提出的建议 其实真是给政府很大的参考 我觉得这条片 一定要给新任特首去看的 一定要给中央知道 究竟要怎样去解决 现在这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 香港只会是无限率的 在最坏的情况里面 走不出困境 当这个困境走不出来 那香港怎样去配合国家的发展呢 你各样东西都要走程序 而且他们是合法的 因为龙门我摆的 我不用搬龙门 我摆定了龙门 你怎么射都不进的 我怎么射都入 是不是 我怎么说都对 你怎么说都不对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相信要改一改了 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会说 AO党第一个要解决的 是不是龙sir 真的要第一个解决 是的 我举个例子 所以有人说 现在可能 那些黄人开始在这儿造势 李家超先生 大家都知道他都很大言 我都说了 我也是欣赏他工作做事的 但是我绝对不做一些趋炎附势的事情 就是 我觉得 既然中央选了他 我也都 就是 以往在公开场合 二度工作都见了他 那他真的是一个肯做事的人 所以我也相信中央的眼光 但是 有人就说 李家超先生就是做军警察 近年才做局长和司长 可能他就 需要找一个AO 去做政务司司长 我一听到这么说 我就知道黄振营 或者敌对势力 就在吹这个风 他们就希望透过司长 就困住了这个特首 我希望中央和司长 李家超先生 他刚迟了 他就不是司长 不要上这个档 为什么呢 这个档 里面有什么 你找AO做过 你找个资深AO做这个CS 就是做这个政务司司长 表面上你说 啊 一个警察做特首 出身的人 一个资深AO做这个政务司司长 那就互相配合了 资深AO熟悉政府的事情 但是不要忘记 第一 这个资深AO 当然他是AO党的死忠分子 他是符合政策委员会的主席 他可以在一些政策上 慢慢拖着你 等你出不了 我们是个Policy Committee 以前我作为一个新闻統合主员 是有份坐进去的 大概每个月的 某一天 我不方便讲详细 每个月有一天是会开会的 那结果主席说 这个政策未成熟 我就不要上来 那你就不拍板 那政府这方面不拍板 就不会上到行会 上到行会拍板 那特首就宣布不了 除非特首主动说 我要这样做 但特首日李曼基 哪里可能每一个政策 他都会要求堆下去 就是压下去 要那个Policy Committee 政策委员会做 最终要靠那个CS 大家如果CS 是怀有意心的自身AO 那就是大件事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更重要 你知道香港所有的授勳 就是JP 什么勿章 是哪个委员会负责的 是有个授勳委员会的 为什么授勳委员会 谁是主席呢 政务司司长 哦 又是控制 所以呢 所以假如呢 那个特首 固不住那个 資深A 固不住那个CS 或者太放手 那些资深CS 就是政务司司长 又或者 那个CS 是资深AO 他和其他AO党的人 打聋通 那样 他就可以全部封了 那些偏黄的人 什么P 什么位 封了分枪给他 那些特首提的 他才做 那些特首 没有可能自己提到所有人的嘛 这些是靠其他局去提的嘛 那其他局去提呢 那这个CS 不可以卡住你呢 所以 千万不要找自深AO做CS 我令我真是找邓炳强局长 或者曾国伟局长做 全局部署出身的人 盯着所有重要位置 嗯 嗯 这个 我觉得 应该这样做 不过我相信 我自己看一看 如果以中央部署 那时候坚持 我自己深信 是坚持要李家超 去做政务司司长 中央是坚持的 我以前呢 现在看回 分析一些资料 现在完整了资料 当初的时候呢 由保安局局长 直接去升任 现在的政务司司长 即是政务司司长 那令到邓炳强呢 我本来想着 为了邓炳强铺路 和那时候 去了解 政务司的 所有的工作是如何 那么 我们观察到 原来呢 其实中央呢 是放李家超 入去做政务司司长 之余 那时候呢 还要了解 整个政府的 运作架构是如何 因为他才有自己人 而当他了解了整个架构之后呢 就是 有刚才听 冯sir所说的 原来做政务司司长 其实这个职位 那么重要的 那当然 不可以被AO做 我本来只是想着 AO 不要做 这个公务员事务公民 但是 原来 AO真的 不是很适合做 司局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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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就是 不要给那些 所谓的论资牌背的 资深Mail 去做局长 比如说 李博全不错 虽然他是 现在立刻不够高 但是 你觉得 他可以考验的 他都应该在 这个香港电台做出来 啊 找他做 比如当民政政务那一句 那我 或者商经局 我不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有Proven record 他有check record 他真的肯去整治那些旺人 然后他上去都是不行 那就换 局长要换 那震动就没那么大的 我们还是要换几个局长 当然啦 至少要做回 一两年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件 都要 就是我 我不会 我不会偏激到 希望下任的局长里面 一句AO都没有 我不会这么想的 但是一定要考验过 那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那堆AO的档案 我现在问你 今天 我们有机会 跟北京建议 北京说 哎呀 你们觉得哪些AO可以做一下 我都找十几个局里面 我找回三四个 那都要 AO都有七百多人 又是掌握所有部门的重要职位 没有来一个都不给他 我就当了 最高不要超过四个 大家三个 你说不出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党案 最终就是那些处长 那些处长呢 假如你 你又不知道那些党案 你靠个名气 靠传媒讲个名气 你就死定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最终相信 我最终相信 由北京到港澳办 中原办 都没有这七百多个AO的案件 我曾经公开提议过 马上被那些黄丝 铲到我反转 嗯 但是这些不给中央看很奇怪的 你这个国安公署 国安委那些要知道的 我看你是否忠诚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外国势力 去干涉到香港的内政 是吧 这是必须的 是吧 那他们就是要保护自己的 所以他们就用一个两制 即是两制之名 那就真的不给你了 我都说 那时候我帮过梁先生做 梁先生都真的不知道AO的档案 她都没有时间看 她有太多事情做了 OK 我现在终于知道 回想到林郑月娥女士那时候 在说 对特首 下一任特首的期望 她在记者会也有说 当她说她自己不连任的一场记者会 她说 希望新一任特首 秉持着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这三大原则 哇 言外之意 真是 看得很清楚了 你说要高度自治 就是说 喂 我的档案就是我的档案 国家你打算看 看都不要看了 港人治港嘛 你现在是港人治港 但是你现在说这句话 就是 你只是当中央没有到 就是抱歉我这么说 我不知道大家和不同意 我现在听到 冯sir跟我说 喂 你作为特首 你都不可以看 那现在李家超 李家超 就是有机会 我可以说 因为还没确定 究竟有提名期 还没结束 所以李家超先生 会不会做下一任特首 我们不知道 这个也不评论 但是我们可想而知 在下一任特首里面 他的工作 是非常难做的 如果我处理不好 现在这一刻 有关公务员的整体问题的时候 整个施政 你根本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我也在这里 会回应梁建峰先生所说 喂 你可能看错东西 梁先生 梁建峰先生 其实整体上 香港的AO的问题 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你有什么板块 我们知不支持的问题 因为梁建峰先生说 其实有哪个板块 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 不关板块的事 是关整个公务员体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其实我也做了另外一集 我们在节目说这个问题 就是资深的AO 高级AO 人工一点都不差 比美国总统高 但是呢 这个就不论了 第二就是 世界五百强的香港的公司 第三就是大型的中资公司 大家不妨细心统计一下 香港的退任的AO 通常都是去大地产商的工作 为什么世界五百强的公司 和大型中资公司 你知道我们的大型中资公司 好像华为 中国移动 中学电信那些 全球性的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请退任AO 是他们有眼无珠 还是只要香港呢 一大地产商独具慰眼 我经常都说 聪明的读者 聪明的大卫sir粉丝 你懂的 嗯 大家都懂的 完全明白 香港两个党 AO党地产党 搞定 说完 就是这样了 我建议下一任的特首 就是用紧急法斩断他 内地有句话就是 想法财就不要做官 想做官就不要想法财 我建议套用在香港就是 想日后和地产商服务 就不要做官 想做官 就日后 不要和地产商有任何瓜葛 嗯 除了你要买他的房子之外 我一直都说 你要住 你要买他的房子 嗯 没错 这是事实来的 如果你想做官 就不要和地产商有任何瓜葛 如果你想为地产商服务 你就千万不要做官 好 多谢冯sir 特别不要做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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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上到AO的位置 你只会害死香港人 这点 非常感谢 冯sir 好 多谢今天时间到这为止 拜拜 冯sir 多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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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多谢冯sir 我们今天时间到这为止 我不敢说AO禍港 但是AO 就真的是 香港人 心中之痛 我们要怎样面对 这个问题 其实 新任的特首 真是任重而导远 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好 多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时间到这为止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